特斯拉路口停等红灯 结果一辆白色冰士逆向停到一旁 就在绿灯起步时按了一声喇叭示警 结果这下没完没了 只见冰士车快速开到前方 副驾驶座摇下车窗 手中亮出一把开山刀 甚至坐式挥了好几下 但是这还没完 其实也是没有怎样 只是我觉得他们现在下车 他们现在下车 趁着停等红灯的空档 冰士车驾驶 副驾驶以及后座的三名男子 一起下车 有人手中拿着球棒 有人则是拿着长刀 咳狠狠的往后走 当时驾驶下坏了 第一时间就是赶快倒退 才下油门 事发在新北市的戏指 7号晚上10点多 警方调查犯案的冰士车 是副驾驶座22岁的正姓嫌犯 和爸爸借的车 跟朋友一起出游 其中一人还是16岁的少年 他们疑似布满被按喇叭 先在新长安桥口开窗亮刀 又在下隔路口想要拦下被害人 最后当是驾驶开上交流道逃离 前前后后惊魂7分钟 我觉得很害怕 因为这几天新闻也是蛮多 帮球队的 熟悉的回家路上 竟然遇到扼煞篮车 由于一般带刀出门 属于设違法 但是像这样子做事攻击 甚至还有叫嚣 被害人也到派出所提告恐吓 这回很捞巴结车 跟35好友出门 竟然酿成行车纠纷 除了无照开车外 再吃上危险驾驶6000到 24000元的法单 听别的新闻参信用心愿 新闻市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